明明就像我們之前 我們就是我跟我女朋友 我們約去好像是墾丁吧 然後我就是 然後飯店的錢是我出的 你知道墾丁的飯店不是便宜的 好 然後全部的錢 真的耶 我發現你的英文真的有進步耶 謝謝… 不是 我們訂好那個房間 我出錢喔 然後我們去墾丁的時候 他可能稍微付了一點點的錢 譬如說幾乘車的錢 然後我完全沒有跟他要 拿三天的房間的錢 然後我們就是訂好了 我們去那邊我們check in的房間 開心 我們去吃了飯 我們一桌下他說 然後那個剛才那個幾乘車的錢 算一算就是要多少 你們有算得這麼清楚喔 沒有 是他算得那麼清楚 那個飯店的錢我已經打算好 然後我就幫我 但是之後就是看一下 你要不要請我吃飯 讓我開心一點點就好 但是他就開始跟我算那些 小小的錢 太計較了 你不覺得嗎 這是他不對 但是我覺得我的話呢 我真的覺得房錢男生要出 對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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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知道我們也是要 房錢要出機票不用啦